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从甘肃兰州走出去的明星 上一次我们讲了 从甘肃兰州走出去 主要是明星 主要是男明星 本来这次做一个 从甘肃兰州走出去的女明星 但是我觉得女明星 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我看了一下 大概有十几名 二十名 所以我们总体上 也不做专门的女明星了 像那样 然后我们就了解了解 甘肃走出去的这个明星 就是上一次说的男明星 然后这次我们再讲讲 剩下的这些明星 包括主持人 这些名人是什么状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位 这是孙茜 这是甘肃兰州 这个老家是甘肃兰州的 是哪里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大学的兰州人挺多的 可能兰州人的话讲的比较好一点 传媒大学的兰州人讲的挺多 她是北京仁义的女演员 而且还有以前什么华丁奖的专家 孙茜 孙茜这个人 我觉得不知道她几几年出生的 我觉得好像 好像在哪里 好像见过 我去这反应在兰州的什么时候 我当时在兰州 是可能上小学上中学 就见过 可能比我低级阶段还上 或者就是孙茜这种 这种脸型呢 是可能是兰州那边的女孩当中 有很多的是这种 是这种类型的 就这种长相 对 孙茜 孙茜还是在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女演员 这个孙茜 还有这个 这是魏诚 上次说男演员 已经就说过了 讲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李修平 李修平 大家看这个 这个图像就李修平 李修平是甘肃兰州人 而且是铁路局啊 兰州铁路局 好像铁路中学的 我们家有个亲戚跟李修平啊 我们家有个亲戚跟李修平是同学 而且这个上一次我也见到李修平本人啊 在央视 就是录节目啊 一个正在晚会 当时呢 正好见到李修平啊 很多的名人 其中也包括一些甘肃的名人 跟李修平一起聊天啊 还是也了解认识我们家的亲戚啊 挺有意思的 李修平就是 这个台风啊 都是非常好的 比较端庄啊 就是应该是央视新闻联波的播音员啊 他的先生好像是那个张春贤啊 是以前主政新疆的高官啊 主政新疆的高官 2005年李修平与张春贤结婚啊 李修平是 欲有国联美誉的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波的首席女主播啊 应该是首席女主播啊 李修平 还有兰州的就是女演员啊 上次说男演员 这女演员是罗海琼啊 罗海琼啊 一个王一个精啊 一个王一个精 这叫琼是吧 琼吗 琼啊 琼 我不是个发音老发不好啊 罗海琼 这也是兰州 这个是兰州甘肃 兰州的哪个艺术 好像是甘肃市艺术学校出来的啊 你看他73年8月10号 出生于甘肃市兰州市 哦那他比我大得多啊 比我的年龄大得多 我还以为他跟我差不多呢啊 那他比我大的年龄要大 五岁啊 五岁以上了啊 这个 嗯 这是谁 这是 罗海琼 罗海琼曾经演过一个叫做什么 好想好想谈恋爱吗 我记得啊 他什么 这个罗海琼演技挺好的 罗海琼好像是跟宋 蒋文利啊 纳英他们好像拍过那个啊 好想谈恋爱 这个朱军啊 朱军 朱军我是比较了解的 也见过本人啊 有一次他到 到我们学校 到大学里 曾经见过一个讲座啊 啥的 当面真人也见了 朱军见过两次吧 最起码见过两次 朱军是 甘肃省兰州人 他老家长就是河南门京嘛 但是他出生在兰州 这曾经是十几次 可能主持央视春节晚会 就主持了十几年吧 十几次吧 二十次啊 这个也是啊 政协委员啊 啥主持人啊 但是前两年 好像出了点啥事 好像是说什么 是吧 好像这两年 好像出现的就少一点了啊 这个朱军 你看朱军是兰州军区的啊 是军区战斗购物团的 然后进入中央电视台 他曾经写了本书 叫时刻准备者 我当时还看过啊 他朱军好像后来还 拜这个范增为师啊 拜范增 呃就是天津南开大学 现在天津南开大学 做这个教授的 呃 也做教授 在南开大学做 合作教授的国画家 范增为师 学国画啊 范增的呃 朱军的画儿 跟上范增学的画儿 还有一点名气 主要他是名人啊 经常拍卖还不错 有一次说是 他的水墨画 牧羊女拍出 一百三十万元啊 那应该来说在 应该是拍的比较高的啊 这个这个美女呢 这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这也是兰州出了 美女 这叫什么 看一下 叫龙美子啊 1988年8月18号 哦 这个人出生年越好啊 1988年8月18号 都是都是 八八又发是吧 发又发 出生于甘肃兰州 新海音乐学院啊 新海音乐是不是大连的 这个 呃 这个龙美子啊 龙美子现在也是一个 歌手演员主持人啊 这也是甘肃兰州出的 所以甘肃兰州的这个 人呢 就是表演 比较具有表演天的 在家外形也比较好 很多人就是 都走上演绎的这种道路了啊 演绎的道路 或者说是 做主持人啊 或者说表演啊 这位啊 这位仁兄啊 是中国有名的一个主持人 啊 叫水军毅啊 央视的编导啊 啥 也是编导 这是我们 还是他还是兰州大学毕业的 算是兰州大的师兄啊 水军毅啊 水军毅 水军毅先生呢 水军毅呢 63年 你看 63年 9月20号 出生于甘肃兰州 哎呦 这比我大的啊 大的很多 毕业于兰州大学 中央电视台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记者 主持人啊 呃 这个水军毅的 曾经他当年倒是 1984年加入新华社 曾经去前往 海湾战争报导 报导过海湾战争 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有 呃 博士毕业的时候啊 也一个国家级的媒体 让我到中东去叙利亚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啊 还是没有像水军毅这样 还是比较 胆量比较大 到那里去 这个战地记者 一般最危险的地方 就最能出彩啊 只要你能活着回来 是吧 你比如说在这个战地 前线报导 你提供的 拿回来的新闻 都是最有新闻价值的 是吧 当然也冒着生命比前 那水军毅就在这个 枪名弹语中出手 对不对 然后从战场归来 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 最后呢 也是成为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 有阅历 有经历 有成绩的一个央视主持人啊 而且他还继续过高端访问啊 高端访问 这个水军毅算是甘肃的名人 而且水军毅特别说一下 水军毅的家庭啊 就是甘肃的水家 这个水家好像他们 他的爸爸叫什么 水天明嘛 还是水天堂 还有水上 反正就是水天什么 这一辈的啊 这个好像是 都是甘肃市的名家 他的祖父叫水子嘛 在民国时期在甘肃 当过教育总长 是甘肃有名的教育家啊 韩晨新是早年 还留过养的啊 所以这家在甘肃省市 一个水家 水军毅家 一个朱军家啊 朱军家在甘肃还是挺有名 影响力的啊 算是当地有一定 尤其是水家啊 尤其是水家 因为能够坚持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 可能出了很多人啊 他父亲好像是蓝大的俄语教授 他好像还有一个叔叔嘛 还是拜拜啊 叫水天什么 水天明吧 水天堂还是什么水天 我忘了啊这具体这些 这些名字记不太清楚啊 我们记得这个水军毅 知道水军毅已经不错了 很多的他的 叔伯的兄弟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他们的叔伯兄弟 有一个在 江苏电视台当中 也是著名导演啊 著名导演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 认识啊 而且他的父亲是 蓝大的俄语教授啊 好像还有一两个 还是什么叔叔一役嘛 还是姑姑啊 也是挺有成就的啊 这个接下来就这位美女啊 这位美女李萧云啊 看上去挺时尚的啊 这个也是兰州人啊 1987年3月16日出任 甘肃兰州啊 你看他发行专辑什么 那应该是应该也是 应该是唱作人啊 什么叫唱作人 李萧云也是个 也是个音乐人吧 音乐人啊 音乐人 这位啊 黄轩是吧 黄轩 黄轩我们上次已经介绍 85年3月3号 出生于甘肃兰州啊 85年啊 那是正好是我上 上小学的时期的啊 85年3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啊 舞蹈学院我们非常熟悉啊 就在以前我们的学校 跟前很近 经常到舞蹈学院去吃饭 舞蹈学院人很少 这个黄轩是很 很那个什么啊 看上还是乖乖仔的啊 也帅的 这是咱们一线的一个 一线的一个男演员啊 这是都是兰州出的 所以兰州出的这些 主持人啊 和播音员啊 演员挺多 张腾岳 哎 这个 这位啊 这位这位先生 也是咱们兰州啊 1975年10月8号出生 甘肃兰州啊 比我大几岁 这个也是 这是央视的 好像是科教频道的主持人 也是北京广播学院 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的 主持艺术学院啊 这个张腾岳主持过什么 主持好像是科技的啊 科技类的一些 走进科学 我爱发明啊 什么成语大学 张腾岳 对 这个人也是 对 这个人也是 以前央视的啊 央视的一个主持人 张腾岳 对 还有一个叫王兴军啊 王兴军就是 上一次也介绍过了 王兴军 王兴军这就是 也是197年 出席甘肃兰州 就曾经演过 《黄河绝恋》的 他是女演员 秦海璐的老公啊 跟秦海璐结婚 2015年 秦海璐抛妇 但下爱死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基本上来讲一下 甘肃的 主要是剩下的 几些 女演员吧 女演员主教名气 最大的女演员和主持人 就是 宋 这叫啥 孙茜 不是宋茜 孙茜 一个宋茜 一个孙茜 还有一个啥 李修平 然后罗海琼 是吧 当然还有什么 龙梅子啊 是吧 还有这两位主持人 借的 一个是朱军 一个是 水军业啊 好 给大家了解一下啊 兰州这个地方 以前的名字叫 金城 固若金汤啊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的意思 它这个城市 不仅是固若金汤的金城 而且也是个 人杰地灵的地方啊 是一个出了很多的 不说是英才吧 也是出了很多的人才吧 表演 借助 城界的人才 这个地方 是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欢迎大家的 对大家对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 也可以给我来说 留言 跟我分享 我的那个 email 我的电邮也在这个 我的介绍里头 大家可以都找到啊 可以跟我交流 然后大家 就共同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 来继续来做 一种一期 啊 那么就欢迎大家 多多订阅啊 我发现最近订阅的 很多了 明显多了很多啊 希望这个势头能够继续啊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啊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 再见啊 再见